NBA是一个对现金负荷创造奇迹的篮球殿堂,而很多球员从大学甚至高中时期就开始展露头角,引起NBA球队和球派的关注。 在进入NBA的第一个赛季里,就能够如鱼得水的混迹联盟,出的就开始了自己的巅峰生涯,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,NBA历史上那些出道级巅峰的球员,埃文斯新秀在比金乔丹埃文斯在09年第四季位被国王选中。 他与如今联盟炙手可热的球形格里芬、库里、哈登等都是同届新秀,但由于当时国王一直处于重建之中,这也给了埃文斯很大的发挥空间。 当然他也抓住了机会在菜鸟赛季场均就能砍下20.1分5.3来把5.8助攻的全面表现,并成功当选最佳新秀,而在新秀赛季打出如此亮眼的数据。 在历史上也仅仅只有罗伯特森、乔丹和张姆斯做到过,但是其他球队开始对他进行重点盯防时,他的投篮短板就被无限放大,再加上伤病不断,这也让国王对他失去了耐心,最终将他送到堤湖,随后又辗转多队但再也打不出新秀赛季的高光表现了。 邓肯新秀赛季入选全明星在1997年的选秀大会上,邓肯被满次用撞天选中,而邓肯也在比赛中展现出了攻防两端的统治力。 邓肯新秀赛季常规赛打满82场,场是能够拿下21.1分109版2.5次盖帽的两双数据,他也毫无悬念的当选了最佳新秀,同时入选全明星和最佳,阵容一阵,最佳帮手阵容二阵。 而他在职业生涯的第一场季后赛中,就砍下了32分10篮板,并率队闯过首轮。 不过在半决赛对阵爵士的比赛中邓肯受伤,马次最终也被淘汰。 可以说邓肯进入天盟就开启了自己的巅峰表现。 奥尼尔新秀赛季扣罪三块篮板奥尼尔在大学时期就要惊人的表现,引来了很多球队的关注。 在1992年的选秀大会上,奥尼尔也是毫无悬念的当选装。 在魔术的第一个赛季,奥尼尔展现出了恐怖的爆发力和与身心不匹配的敏捷。 一场规赛出战81场,场势能够砍下23.4倍,13.9篮板3.5盖帽,命中率高达56.2%。 更重要的是新秀赛季,奥尼尔就口碎了三块篮板。 要说新秀级巅峰,奥尼尔绝对算一个。 詹姆斯巅峰了15年,詹姆斯从高中开始就文明全美,出色的身体素质, 以及开阔的视野让他以壮身份进入歧视。 在新秀赛季里,詹姆斯先后成为了最年轻的1000分先生和NBA历史上拿到40家最年轻的球员。 菜鸟赛季场劇能够空下20.9分,5.94助攻和5.5个篮板球,毫无悬念的当选了这家新秀。 而如今34岁的詹姆斯,依旧处于职业生涯的巅峰期。